之前買了永恆廳的朋友,八萬八九萬八,有些很想賣,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麼想賣 可能他們是等錢花,為什麼這麼容易賣,為什麼這麼久都沒賣到呢 其實困境在一度,就是因為你們暫時買你的貨要一次過付錢 買永恆廳的貨是可以分期付款的 除非你那天價,你再便宜一點,你賺少一點,但你不會肯賺兩萬,我從來沒見過有人賣,肯賺少玩,不賺那些,譬如鱷魚這樣 那麼11萬12萬,就立即賣了,肯賺少一點,但是你的位置現在已經值15、16萬,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會說,我希望賣到13、14萬 你賣到13、14萬,立即說你比現在永恆廳的位置便宜一萬幾千的話,別人是可以供的,免息 那為什麼要跟你賣,是這裡的,但是如果永恆廳再加價,將會怎樣呢,你的日價大了,他要20萬 你不要說要追到19萬,你16、17萬,因為你的人是很奇怪的,你又不會說我現在15萬肯賣,到時你15萬又不肯賣 你可能要17萬,但是那個價錢也變成,畢竟是3萬,就有得想了,那些人就等於…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你不等錢花的,千萬不要賣 我懷疑你做生意,不能賣一件東西,我是不會動勾人 但是如果想著,喂不是啊,你要給我買賣,怎樣怎樣 我是沒有賣的,因為為什麼呢,第一,你也會達到某些規矩,你沒有理由欠完兩年,沒有啊,我等錢花,我就要買 我告訴你,我自己欠很多貨,我是絕對看好的,但是我絕對不會讓你們… 喂,我的投資要贏,沒有說贏夠緊的嘛,如果現在突然屌你,你夠僵的,不如這樣說,我又這樣說 夠僵的,屌你,你可不可以全香港的骨灰鵪那些苦主,骨灰鵪出來,一百幾十萬人上街後哭 以前沒有辦法了,拘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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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意 buying的,你心想一定沒有意思嗎,沒的 今天的人是拿著資金、問一問予,甚至你自己可以補上明內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聽我聽的,我也叫大家想清楚,這就是我做生意的手法 我我知道的事,我一定再說碰你,但是如果你想要打贏你,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遇過 我好像是你們朋友也想 eher 我最建議的是什麼呢 我最建議的朋友 特別是年輕朋友 不要多買一個當作錢 我最建議的 因為在未來展望 我們當時八萬八、九萬八 現在都十五萬多 說完了 說完了 還要做什麼 如果父母有需要 在香港你會不會賺到這樣的價錢 甚至整個大阪區 質素這樣的價錢 你都會閉毀 如果沒有事才能買到 另外 其實有些人說我不賺私人錢 什麼都不要緊 但是投資也好 我最建議都是買一個 一個是雙銀米 我們開門口 購幾千元個月 如果購兩年 搞定了它 你就沒有和後顧之休 你好像現在 尤其是有些人 剛剛爸爸走了 你香港又不能買 也不能買 來到 買個現場位 又要立刻用 又沒有折扣 那就要和二手位 去著手